在台湾这样的地震带 长期漏水对混凝土建筑物的安全影响尤为重要 如果不修复漏水问题 可能会产生许多影响 长期漏水可能会侵蚀混凝土结构 造成结构元件如墙壁 柱子、楼板等的裂缝和松洞 这将削弱建筑物的整体结构强度和稳定性 增加在地震发生时结构失效的风险 漏水中的水分可能导致混凝土结构中钢筋的腐蚀 钢筋腐蚀会增加钢筋体积 施加压力并破坏周围的混凝土 进一步削弱结构的强度和耐久性 在地震发生时 钢筋腐蚀可能导致结构不建的失效和崩溃 长期漏水可能导致建筑物地基的不稳定 水分可以影响土壤的密实度和稳定性 导致地基沉降 下沉或侵蚀 这将进一步影响建筑物的整体结构稳定性 增加地震时倒塌的风险 长期漏水可能导致室内潮湿环境 进而产生霉菌和细菌的滋生 这可能对居住者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引发呼吸道问题和过敏反应 如果长期不修复漏水问题 建筑物的结构和安全性将持续受到危险 并且在地震发生时更容易出现严重厚惑 因此定期检查并及时修复漏水问题 是维护混凝土建筑物安全的重要措施 请不绢